接著我們就看一些我們做的實驗物質分離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做的叫做粗鹽的精緻 或者就是食鹽跟沙子分離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拿金鹽跟沙子拉拉愛請各位做的 那麼這個整個的過程第一個呢 就是加水拉拉愛 就是所謂的溶解 溶解之後呢 透過在圖上面的裝置過濾 倒下去的時候要順著撥棒倒下去 然後這個漏斗有些要求等一下再說 然後這個方法就叫做溶解過濾法 把它溶掉 可溶跟不可溶 利用溶解度的不同講物質分離 這要做所謂的溶解過濾法 然後過濾完之後就把它倒到我們的蒸發明裡面 然後呢去煮 加熱 加熱的時候水會跑掉 鹽巴的結晶會流下來 所以這個要做蒸發結晶法 是利用它的沸點不同 使物質分離 就是我們整個的操作步驟 加水拉拉愛 然後呢再加熱 水跑掉 鹽巴結晶流下來 那麼這個實驗裡面的一個注意事項就是 我們剛才有要所謂的過濾 那個漏斗裡面有放的一個濾紙 濾紙我們跟你講過要對折再對折 然後要撕掉一小角 上課的時候跟你說過了撕掉哪裡 有人跟我撕掉最下面那一塊整個被一個洞 那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角 為了要貼緊漏斗壁避免翹起 這是實驗的操作注意事項 另外呢 還有我們的漏斗頸要貼緊燒杯壁 那為什麼要貼緊燒杯壁 避免綠意漸起 就是我們做這些化學實驗的時候 就是不要讓我們的藥品到處噴到處撒到處見就對了 所以為什麼要順著撥棒道啊 的原因都一樣 是要避免綠意漸起 所以呢 第一個是濾紙對折再對折撕掉一小角 為什麼撕掉一小角 貼緊漏斗壁避免翹起 然後漏斗頸要貼緊燒杯壁 然後避免綠意漸起 然後最後我們做出來的得到的綠意就是所謂的食鹽水 它是一個 混合物有人問過了 說這項頁是存物質還是混合物 它是 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OK 這要注意 那個得到的綠意是食鹽水 是混合物 然後呢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因為我們加熱到最後 那個鹽巴可能會用噴的噴出來 所以傷我們會蓋一個那個漏斗 然後讓它噴的時候不要到處見 同時漏斗是有一個頸嘛 有個洞嘛 所以可以蒸氣可以跑出來 就知道一下就好了 比較重要是前面那個濾液是食鹽水 是混合物 這比較重要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做 食鹽跟沙的分離 好來 溶解過濾法 這邊有一個 那個 波磅 我們講過要順著波磅到對不對 並且它到處亂噴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漏斗 裡面會有一個 濾紙 我們那個濾紙要如何處理呢 這個濾紙 要如何處理呢 來可愛這是小女生 1 沒有1 10 12 這邊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濾紙 濾紙要怎麼處理呢為什麼先告訴我怎麼處理 剛剛講過了要怎樣怎樣再怎樣 對折再對折撕掉一小腳你還記得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腳嗎 蛤 剛剛貼緊漏頭筆請請坐 好 我們這裡要注意什麼漏頭筋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可愛大帥哥 25 25 貼緊漏杯幣為什麼要貼緊燒杯幣呢 不會噴起來 不會噴起來避免綠液漸起很好 貼緊漏 貼緊燒杯幣 好為什麼呢要避免綠液漸起 好最後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綠液是存物財還是混合物啊 可愛小女生 No.3 3 混合物 這是混合物 OK請坐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提示 我們做實驗跟砂紙分離的一些實驗的步驟以及注意事項 OK嗎 OK OK